眼鏡有需要注意什麼 才不會傷眼睛嗎 其實隱形眼鏡最重要的 我認為還是驗光這些部分 因為其實現在大部分都是 走到眼鏡行說我要買隱形眼鏡 然後他幫你驗個光 然後就賣給你了 對 針對這件事情怎麼看 因為其實全世界其他的地方 我不敢講全世界 至少美國 日本 韓國 韓國有一些是你隨便都可以買 可是像美國他買隱形眼鏡 這樣是比較正規的做法 但是現在我們因為 因為驗光施法通過之後 理論上所有眼鏡行裡面 都應該要有合格的驗光施在 所以如果正規的來做 就是一樣我進到眼鏡店裡面 他幫我做一個合格合規的驗光 驗光完知道我的度數之後 再按照這個度數去幫你 算成隱形眼鏡賣給你 這個就沒問題 可是如果你是只是很單純 只是用電腦驗光量一下度數 就把度數賣給你 有時候會有一點誤差的問題 了解 好的 你老公有近視嗎 我老公他有近視 但他之前有一陣子很嚴重 嚴重到我想說 他是不是 因為他很嚴重 他坐車也要滑手機 然後大便也要滑手機 吃飯也要滑手機 他就是 對 就離不開 然後有一陣子 我就在跟他聊天的時候聊一聊 然後他就會這樣聊一聊說 老婆 那個我們等一下 他眼睛就會這樣 莫名的往上掉 他說天啊 是要換老公了嗎 所以後來呢是有家庭醫生 就是有開眼藥水給他點 但其實也沒有比較好 但是再過一陣子 他就有覺得好像應該比較要放下手機一點 然後就有稍微減緩這個現象 所以手機真的是萬惡之遠 很可怕耶 他那陣子我都想說天啊 他到底是中邪 還是到底是發生什麼事情 對 但是平常眼睛痠的時候真的 我自己也是會點眼藥水啊 對啊 人工淚液啊 可是妳也會嗎 蔡菊姐 會會會會 我每天都要點好多次的眼藥水 但妳有沒有聽過我講過一個說 因為有分人工淚液 有分生理食鹽水 也有分藥用型的眼藥水 但是有時候那種藥用型眼藥水 不能常點耶 啊 是嗎 我因為我眼睛常常會痛啊 所以我藥用型的眼藥水我也點 然後那個人工淚液 就是肝炎痠的眼藥水我也點 對 眼藥膏我也差 很忙 眼睛好忙 照顧得很好 不過以我們的觀念來看 其實眼藥水 我們就把它簡單分成兩大類型 一種是它裡面有含防腐劑的 那一種是沒有含防腐劑的 有一種那種點下去 立刻拍戲人最愛啊 就是紅絲有沒有 對 蕭紅眼 那是血管收縮劑 那個就是有防腐劑的 那要看它的劑型 就是如果今天是一大罐的 一大罐的眼藥水 大部分是有含防腐劑的 因為不然它會壞掉嘛 那如果是你看它是 一小時一小時裡面 容量一點點那種 大部分就是沒有含防腐劑的 對 所以如果今天會傷害眼睛 如果它是合格的藥品 其實本身適當使用是不會傷眼的 那怎麼樣會傷眼 眼太多的時候 因為裡面的防腐劑的量 如果太多 你今天如果一天點到 四五次以上的話 那就容易有造成那個眼角膜 那如果說有人是人工淚液 眼藥水跟眼藥膏都一樣 就看它各自是使用哪種類型 如果它今天點的是 沒有防腐劑的人工淚液 那多點其實沒有關係 那搭配一些藥水來使用 我點的是 你現在看我的眼睛 不會害怕對不對 藍藍的對不對 我點那個眼藥水就是 點下去我紅紅的眼睛 就變成藍藍的看起來 不會害怕 變藍藍的 紅紅的眼睛變藍藍的 對 因為我眼睛就是血絲啊 這應該是跟蕭紅眼的 對 就是蕭紅眼剛剛提到的 切管收縮劑的 好啦 看這個3C的造成眼睛肝癢 會總是會有一些迷思 所以現在又有一個 用眼的迷思要來考考大家囉 為預防眼睛肝癢 應定使用洗眼液保養嗎 圈或叉 蔡哥姐 我沒有 只有萱萱妳有用洗眼液保養嗎 對 因為我覺得現在空氣又乾又髒 然後每次用那個洗眼液洗完 就會發現裡面很多漂浮的那種懸浮物圍 所以我覺得應該要用洗眼液保養吧 所以你們都不用啊 不用喔 那我覺得戴著隱形眼鏡 所以髒的應該是隱形眼鏡啊 我覺得髒的是妳的手 髒的應該是妳的手 我是覺得女生就是應該要仔細的卸妝 洗眼液反而有時候會可能過度清潔 感覺很深層的清潔 把眼球或者後面都把它洗乾淨 那我們就來問一下黃醫師了 這是對還錯 這個是錯的 錯的啊 可以丟掉 就是說洗眼液當然有它設計上使用的場合啊 但是它的目的是為了有一些 我們沒辦法自己透過淚水來排除掉的髒東西 或者是一些粉塵啊 或是一些像化妝品睫毛膏 跑進去這一類的 真的弄不出來 我們可以用洗眼液來處理 但是對於說一般 一般我們的眼睛表面清潔 其實最好的就是我們自己的淚水 所以我們自己的淚水 透過眨眼睛這動作把它做一個清潔 這是最好的 對 然後再來就是說人工淚液 或是一些適當的眼藥水來做 那這都是需要在醫師處方下是按時去使用的 那洗眼液就是真的不得已的時候 那我們可以用它來做一個清潔這樣子 OK 其實這就是過度清潔 對啊 必不得已的時候 其實真的是眼睛就是靈魂之瘡 你不要覺得說現在看看手機 每天多增加個十分鐘沒什麼 到時候真的是看不到的時候才知道痛苦 是 所以真的要好好保養它們 然後平常也要好好的這個 可以訓練它們對不對 因為護眼方式大家有沒有什麼妙招啊 有啊 很簡單啊 反正你的熱水停對不對 對 我們都不是 一百度直接這樣子 洗眼 好 沒有啦 我們帶出門的那個有沒有 熱一點就讓它打開的時候 那個蒸氣上來還有那個熱氣的時候 然後我裡面就把它加鹽巴 然後就給它靠近眼睛這樣 熏眼睛 熏眼睛 那每天就這樣弄 每天兩眼這樣子弄 它其實現在有賣那種熱膚眼罩 對 對 我也是有賣的 就比較紓壓一點 就是讓它周邊的那個 對 就好像眼壓不會這麼高的感覺 然後或者是就是那個 極致翻轉眼球 就是看最上面 看右邊看下面這樣繞圈 欸我每次看這個啊都覺得好痛 就覺得它好像要斷掉了 對 可是這樣就是弄完就覺得 哎呀 好吃舒服的感覺 黃醫師有什麼妙招嗎 不是眼球表面 不是黑眼珠 是要敷眼皮這一塊 所以我比較建議是 閉著眼睛 那你可以用熱毛巾啊 熱膚帶啊 熱膚眼罩 都可以 然後去敷 我們主要是讓這個地方 剪板線的分泌可以旺盛一點 然後就可以讓你的 淚水比較好一些 熱膚其實很重要 那也蠻容易可以做的 所以我都會建議說 大家可以在家裡啊 每天就做二到三次的熱膚 有空就稍微敷一下 那其實對眼睛放鬆 對眼睛乾都很有幫助 那像蔡薇姊剛剛那個 熱水瓶這樣子可以 那個我建議是要閉著眼睛做 因為你如果張開眼睛 他就真的很想看裡面有什麼 看仔細一點 刺激到角膜會比較不好一點 OK 是喔 對啊 其實我有學過一個眼球操 我以前學陽視速度的時候 他每次結束的時候 他就說各位同學請起立 然後就是 上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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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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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上右下 左上右下 左上右 這個是合理的嗎 好醜 你做得很標準 好醜 全班都這樣 全班都這樣也太荒唐了吧 這是可以的嗎 可以吧 在眼科醫師的角度來講 我們是不建議這樣做 為什麼 眼球內有一個像果凍一樣的東西 它叫做玻璃體 它是撐住我們眼球的一個果凍這樣子 所以當你在旋轉的時候 這果凍就會跟著晃 那果凍黏在什麼上面 它黏在我們的視網膜上面 所以當你一直在晃動它的時候 如果你視網膜本來有一些裂孔 或是退化 它就可能會因為這樣 造成視網膜剝離 對 所以 不是說這樣做就一定會發生什麼事情 但是我們 它沒有什麼特別好處的情況下 我們就建議不要特別去這麼做 但那眼睛就是閉目養身啦 對 就是看遠方 然後做熱服 這個是最重要的事情 不用這樣動 因為我每次翻完我老公白眼 我都覺得舒坦 對 你是心情舒坦嗎 所以黃氏有沒有什麼話 叮嚀給這些愛看3C的朋友的 好 最後就跟大家提醒一下 我們還是建議看3C 看任何東西都一樣 看電腦 看書都一樣 大概每半小時要休息10分鐘 那你可以閉目養神 或做點熱服都是不錯的 那另外距離很重要 所以一定要拿至少30到40公分的距離 就建議大家說一定除了自己 用眼要注意之外 更不要把這個壞習慣帶給小朋友 然後小朋友一定要在3歲以後 定期的去演科做檢查 才能夠及早控制 這很重要 我們真的只能就是叮嚀嘱咐 因為現在學校很多東西 也都是要用手機在看 對 對啊 所以盡量啦好不好 大家就是愛惜自己的研究啦 那喜歡我們的節目的朋友 可以在哪裡看到呢 是的 在聽媽媽的話 臉書 粉絲團 YouTube IG 歡迎大家訂閱 分享 按讚 追蹤喔 請問你在看哪一集 那好了 你也要去 好了 我們下次見 拜拜 OK 拜拜